悲剧发生在2024年7月6日的下午12点40左右 在夏威夷著名的恐龙湾浮潜地 一位32岁的卢姓华人帅哥程序员突然呼救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 溺水者在领营工作,父母已经准备来美国办理后事 恐龙湾是著名的浮潜圣地,水浅余多,景色优美 看似很安全的地方,其实也很危险 主要是游玩者往往因为追逐海龟和鱼 不知不觉会游到远离海岸的地方 海浪突然变大的时候会导致没有经验的人非常惊慌 喝下海水的同时会导致人失去自救的能力 从我多年浮潜的经验来看,浮潜虽然简单 但最好还是会要有游泳的能力 最好能够有自由浅或者浮潜的经验 不然面镜或者呼吸管净水就会慌 然后瞎扑腾,很快就会把体内氧气耗光 溺水 年轻帅哥正是最好的年龄 结果可惜了